从前有两个好朋友,一个叫聪明,一个叫程信。 有一天,两人结伴出海旅游,不料在海上遇到海啸,两个人乘坐的船也沉没了,救生艇上只有一个位置。 那个叫聪明的年轻人一看形势不好,为了争夺救生艇,又把程信推进海里,自己逃生去了。 程信喝了不少水却大难不死,被海浪推到一座岛上。 他惊魂未定,只好坐在沙滩上等待救援的船只。 不久,果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欢快的音乐,他马上站起来,向着音乐的方向望去,发现有一艘小船向小岛驶来。 他看见小船上有面茄子,上面写着快乐两个字,原来是快乐的小船。 程信急忙喊道,快乐快乐,我是程信,你能救我吗? 快乐一听,笑着对程信说,不行不行,我要是有了程信,就不快乐了。 你看着世界上有多少人因为说实话而不快乐,说吧,快乐走了。 又过了一会儿,地位的小船来写忙喊道,地位地位,我是程信,你能带我回家吗? 地位一听,忙把船滑离小岛,边滑边回头冲着程信说,不行不行,你不能搭我的船,我的地位来之不易。 要是有了程信,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。 程信很失望地看着地位离去,眼里充满了疑惑和不解,只好无奈地在小岛上再待下去。 过了不久,又来了一艘船,程信一看是竞争的船,程信又喊道,竞争竞争,我是程信,你能不能带我回家? 竞争一看是程信,忙说道,你不要给我添麻烦了。 如今世界竞争这么激烈,我如果还要程信的话,我就竞争不过人家了。 说吧,扬长而去,突然,海上开始电闪雷鸣,狂风卷起一波波的滔天巨浪。 正当程信快要绝望的时候,突然听到一个亲切慈祥的声音, 孩子,上船吧。 程信一看,原来是时间老人。 程信问道,你为什么要救我呢? 时间老人微笑地说,只有时间才可以证明,诚信有多么重要啊。 在回程的路上,时间老人指着因为巨浪帆船而落水的聪明、快乐、地位和竞争, 意味深长地说,没有了诚信,聪明反而害苦了自己,快乐不会长久, 地位都是虚假的,竞争也是失败的。 在《格局和眼界》一书中曾说,格局决定结局,有什么样的格局成什么样的事, 人生只有回归初心,不忘本真,诚信才经得起风浪。 我们的一生都在故事里,上帝在创造牛的时候,对牛说, 给你六十年的寿命,但你要一生为人类干活。 于是牛放弃了三十年的寿命,只愿活到三十岁。 在创造猴子的时候,对猴子说,给你三十年的寿命,但你要一生被人类斗着玩。 于是猴子放弃十五年的寿命,只愿活到十五岁。 在创造狗的时候,对狗说,给你三十年寿命,但你要一生为人类看家。 于是狗放弃了十五年的寿命,只愿活到十五岁。 在创造人类的时候,对人说,你的工作就是尽情享受人生,给你二十五年的寿命。 但是人类对上帝说,请您将牛所放弃的三十年,狗放弃的十五年,猴子放弃的十五年,通通给我。 二十五加三十加十五加十五,等于八十五。 所以,我们二十五岁前活的是自身的寿命,无忧无虑,很快乐。 二十五到五十五岁活的是牛的寿命,一味只知道工作,受尽了磨难。 为了养家糊口,东奔西走,受苦受累,吃得少,干得多。 五十六到七十岁活的是猴子的寿命,退休了在家里,像猴子一样,哄哄孙子,孙女,逗小孩开心。 七十一到八十五岁,活的是狗的寿命,这个时候干不动了,只能坐在家里,看好自家的院子。 人的一生很短暂,我们在亲人的欢笑声中诞生,又在亲人的哭泣声中逝去。 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,何尝不是像动物那样活着呢?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,人生一半糊涂,一半明白,生活一半回忆,一半继续,家庭一半包容,一半责任,感情一半经营,一半珍惜,夫妻一半容忍,一半体贴,孩子一半天赋,一半培养,父母一半孝顺,一半陪伴,朋友一半走动,一半真诚。 人生无悔就是完整,生活愉快就是圆满。